各位金錶製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hris 那在以往呢在錶談裡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 應該說多數的人都會有一個迷思是說 在對比時音錶跟機械錶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會覺得 時音錶是一個比較入門的分類 不過呢在今天我們特別選了 四個品牌推出的高級時音錶 共同特色是它跟你們以往想的不一樣 它都其實都要價不菲 那今天請到專業錶評Q 要來跟我們聊聊說 究竟今天介紹的這四款時音錶 它有什麼特殊之處 首先我想要問一下Q 那因為就我知道啦 其實好像時音錶在剛被發明的時候 其實好像不是我們現在所想像的這樣之處 對 因為其實像現在我們如果講到 時音錶開始真正做量產商業販售的話 我們都還會是講說1969年的時候 SECO的UFTROM 是變成說世界第一款量產的時音錶 當初那一款它剛發售的時候 它的定價 差不多一個公務員大概要花到他們幾個月的薪水 才可以買得起一次 所以在時音錶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它是非常高價的 因為其實你要想說在1969年那個時候 其實機械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了 就算是機械碗錶也已經發展了至少50年以上了 所以它是一個其實已經很成熟的技術 可是相對的話 時音錶那時候做到這麼小型化 而且它的精度 它的續航力 都可以維持到一個日溶的水準的話 其實它當時是非常高端的技術 所以相形之下的話 它其實那個時候時音錶 它才是比較先進的一門技術 所以它價錢高其實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我們現在像你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說 時音錶好像是一個比較便宜比較入門的選項 那原因是因為說 因為時音錶這樣的技術 它是開發的時候很難的 可是一旦那個技術成功了之後成熟了之後 其實它普及得非常快 所以變成說在我們成長的記憶當中 我們就會覺得說你時音錶是一項不貴的東西 今天可能小朋友上學了 我就可以買一次給他了 那我們是被這些後來時音 廉價時音錶 它的一個普及的現象 所以產生了這樣子的影響 對 其實一顆好的時音機性的話 它的成本絕對會比一顆 今天你泛泛的一顆通用的機械機性 來得高很多 會高非常多 其實剛剛講的那些高階時音機性 也會比那些現在通用的那些機械機性 來得複雜跟困難很多 Q 有沒有哪一款是你特別想要先跟我們先分享的呢 好 就從我自己也有的開始講起 好 我們先聊GS的9F這一款好了 那這一款的話其實它裝的是 Granseco它的9F時音機性 那這一款的話它是9F機性 25週年的一個紀念款 所以它搭載的是特別選別過的一個機性 它的年差的精度比一般標準的 9F的年差這幅10秒還要再高上去 我們都知道說其實時音表它的原理的話 是變成說它有一個時音片在裡頭 然後它通電之後呢 時音片震動 然後那震動車再由IC來控制 然後去定義它一秒鐘是多少 這個樣子 那9F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它們的每一片時音都經過熟成 對 就是熟成 熟成 它每一片時音的話基本上都是 拿到了之後呢 它們都會去這邊養 養它一段時間之後呢 確定這個時音它走得夠穩之後 它們再把這個時音列入出它們的生產項目 而且它們在這段熟成的期間的時候 它會把每一片時音穩差的特性 全部都記錄下來 所以說你現在看到的每一顆9F機心 它的S6是個別寫入的 都是針對它的那一片時音另外寫入的 對 而且這一次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一般來講9F機心的話 它的那個底蓋的話 都是做實底蓋 就是封起來不給你看的 可是這一款的話 因為它是25週年紀念館 所以它特別特別 它今天做了透明底蓋 把它的那個時音機心露出來給你看 換我選的話 我想要選的是 我選的是這一款 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今天借到最高價的時音表 是百年齡的Emergency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其實這一款就是一款舊難表 Emergency 舊難表的部分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款的特色嗎 它這個舊難表的話就是 你看到說它在錶殼的這邊側邊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頭 這個不是錶罐 這個其實是一個天線的蓋子 對 它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可能今天坐船試試 或者是空難 然後你掉在一個 秒不生蛋的地方 沒人找得到你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蓋子拔開 以後天線拉出來 它就會發出國際舊難訊號 然後基本上的話 舊難隊就有可能可以 根據這個訊號來找到你了 如果現在我們把這東西拔掉的話 可能晚一點就會有人過來 然後這個在台灣是違法的 對就是你沒有事情 把這個舊難訊號發出去的話 基本上是觸發的 所以大家不要輕聲以示發 而且其實也是 也正因為它是 我們講的 正因為它是實音錶 它才有辦法去組合這樣子的功能 去支持一個 算是說 可以讓它有 這麼豐富的功能 或者說這麼獨特的功能 因為 以往如果是一款機械錶的話 它要做到這樣子的狀況 應該不太可能 我接下來想要提的是這一款 這是星辰 日本的另外一個小型品牌 星辰 它所推出的 Ecodrive One的實音錶 不用多說 大家看到它的錶殼 就知道它的賣點 它是目前世界上 最鮮飽的實音機型 它的機型的厚度 只有1mm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 Q對這一款呢 其實現在一般大家也一樣是有個成見 大家覺得說 好像實音機型要做薄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一開始看到這一款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不會覺得它很厲害 那我得講的是說 對 沒錯 今天如果說你要講機械機型的平均厚度 跟實音機型的平均厚度的話 實音機型的平均厚度 的確是比機械機型來得更薄一些 那這是它們先天構造的問題 對 它不是靠輪系堆起來 所以它厚度本來就可以做得比較高 這個是先天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它也跟機械機型一樣 你今天過了某一條線之後 你想要再薄下去就非常困難的 它就是屬於這個例子 它今天對你今天 平常一款泛泛的實音機型 你也覺得它沒有很厚 可是要薄到1mm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說 它裡頭的機板的樣子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其它那個機板 那個上面那個切的是複雜的方式 跟今天你看到說AP或者是PRG 它們推那種破紀錄的那種超博表 其實沒有什麼樣樣 結構上面都會因為要去 讓它打到這樣的薄度 有做很大的一個 對 那都是非常複雜的工 而且更重要的是說 那兩款都是概念表 這一次是可以實賣的 對 這是已經量產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講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很厲害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這次接到的是浪琴的VHP 其實這一款在這兩年 討論熱度很高 那之所以討論熱度這麼高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以往浪琴它被 大家對它的印象就是 傳統的瑞士機械牌 對 那可是它在前兩年的時候 就特別推出這一款 而且甚至是把它們主力 再主推它 就是VHP的高精準時音的三針錶款 那它當然在今年就是 推出一款計時的版本 那這一款的特別支出呢 嗯 其實像我們這一次找來這裡頭的話 浪琴它這一款的話 它應該可以算是 它數據上最漂亮 因為它們同樣這邊通通都是年插機型 這個應該不是 這邊幾個都是年插機型 可是同樣是年插機型的話 它的數據是最漂亮的 它年插是真的付5秒 對 那而且它的定價是最便宜的 同樣是年插機型 它的價錢大概只要這邊平均的 大概一半到1%而已 對 所以其實講起來的話 算是CP值最高的一家 而且其實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小地方 是我最近發現的 就是你去看它的那個指針的走法 你會注意到說 那一般我們的秒針跟分針之間的關係 其實變成說秒針持續在走 然後分針的話就是其實就是 跟著秒針慢慢慢慢慢慢在動 這個樣子 可是這一款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注意到說 它是秒針每走5秒的時候 它的分針才會動一點 它分針平常是針子不動的 它是每5秒才會動一次 也就是說它把1分鐘切割成12格的樣子 對 它是以這個方式在動的 那這樣做的理由的話 我個人的理解應該是為了省電 對 因為持續在走其實非常好買它變 是 以上縱觀這幾款的話 如果當消費者要購買一款 我們講說 比較高單價一點的實驗機型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樣的推薦的切入點 那其實像我們今天在這邊推實音表 我並不是有要去挑起說機械 或者實音哪邊好哪邊不好的意思 我想講的主要是說 其實一支錶能玩的東西很多 不是只有機心而已 它今天錶科可以玩 面盤可以玩 錶鏡都可以玩 它什麼地方其實都是學問 我們常常會看到說有一些錶 甚至是我們自己的同業 他們常常會看到一支錶 覺得這支錶不錯 那才覺得好像設計啊什麼的 都覺得說有點喜歡的樣子 可是它一翻過來看 實音啊 放回去了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蠻吊詭的一個現象 它今天裝的實音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實音啊 還是如果說它今天 即使裝了一個很兩光的機械機型 你心裡都會比較好收嘛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大的迷思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今天當你因為任何理由 寫完上一支錶的時候 不要單純的因為實音或機械這個理由 就把它給排除在外 或是無條件的接受 好 那今天就是Q來跟我們介紹 這次的高單價的實音錶 那希望這錶就是各位 能夠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帶來更多更詳細的資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